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魔幻了 大家都知道 在股市里有庄家暗地里对股价进行拉抬踩 来控制股价的走向 从而牟利 但以前的大部分这种操作都会非常的隐秘 甚至有的庄家会持续的半年到一年来布局这个操作 但是就在最近 这种暗箱割韭菜的操作 居然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给你玩名牌了 连一点点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角 卢大师这款软件 相信很多的用电脑的朋友都会知道 这是一款监控修复电脑硬件的软件 盈利模式主要是软件免费使用 然后以广告为主要收入 这家公司因为不符合内地上市条件 于是就在香港上市 市值大概在2.7亿港元 事件的起因来自于一则公告 9月11号 卢大师在香港发布了一则公告称 卢大师公司将会在9月21号召开股东会议 来商议向公司股东宣派特别股息的建议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这个建议 详细的分红情况需要另行发布 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第二天 卢大师的股价大涨 收盘时大涨了50% 在随后的几天 从1块1毛2一直涨到1块9毛4 涨幅高达73% 看得人是血脉喷张啊 不过正当散户们在各种论坛里 正论着这个股票能涨多高的时候 9月20号 在没有任何技术面 消息面刺激的情况下 股价莫名其妙了 就暴跌了47% 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正当各路媒体还在各种猜测的时候 9月21号 收盘后 卢大师突然发布公告说 鉴于9月20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经综合考虑 近期本公司股份价格及成交量出现不寻常的波动 为了充分评估有关宣派特别股息的影响 董事会会议取消举行 第二天 卢大师开盘价下跌14% 最终在9月22号的时候 股价下跌到0.9元 这个价格甚至比公布消息前的股价还低20% 在这短短几天里发生了事 对于不买股票的人可能没啥感觉 可对于玩股票的人来说 这几天当真是心惊肉跳 咱们大致总结下 卢大师先是发布利好消息 导致散户入场 随后有人突然减持 导致股价暴跌 卢大师又出面说暂停分红 这与咱们刚开头时候说的 庄家做庄的手法如出一只 不同的是 以前的庄家做庄把时间线拉长 让你看不出他是在做庄 可这次的鲁大师事件 则是把这个过程缩短到短短的几天里 当真是生猛了 赚钱当真是连脸皮都不要了 事后经过查询 9月20号那天股价暴跌的原因 是因为当天一个叫成胜的公司 在公开市场 自愿出售3434.3万股股票 如果以当天平均成交价 1.219元的价格一股来计算的话 成胜这次就减持了4186万港元 那这个成胜是啥来头呢 成胜其实就是上市公司鲁大师的控股股东 这下明白了吧 这家公司被注册在开曼群岛 它是360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与其说是成胜公司想套现 不如说是周鸿毅的360想套现来的实在 说的再通俗一点 就是大股东想减持股票套现了 可是因为现在股票价格太低 于是自己发个利好的通告 股价高了 然后自己再把股票咔咔卖出去 卖出去后呢 又说交易异常 自己再发个取消利好消息的公告 完美收官 这就差在脑袋上贴个 我要抢钱的纸条了 刚才说了 正常的庄家想要做庄 都会布局很长时间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说白了 就是为了逃避监管 让做庄的过程难以被察觉出来 可是这次360玩的这一手 可以说太小儿科了 即使是你不玩股票 都能一眼看出来 这拙劣的严寂 更何况监管部门呢 在股市上有一种违法行为 叫做畅高散货 指的是通过各种手段推高股价 然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散布内幕消息 误导投资者购买股票 得利者趁机抛售股票赚钱的做法 看看鲁大师的做法 是不是跟这个畅高散货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此次鲁大师的恶意 发布分红消息 已经有一些股民建群 集体要向香港证监会 进行投诉了 对360创造人 红衣大炮周红毅来说 这种胜利大逃亡的戏码 也不是只有这一次了 在今年上半年 切的GPT概念正火的时候 就流传过这样一句调侃 打败AI的 可能是周教主的 红衣大炮的夫人 还有的说 AI需要勇气 来面对教主离异 那为啥会这样的调侃呢 上半年 360作为切的GPT的概念股 趁着AI的东风 股价飙升 直接涨了两倍 这也引来了360大股东 想要趁机变现的想法 在市值高点 周红衣与妻子胡欢 友好的签订了离婚协议 双方的离婚 平静如水 没有纠缠不清 没有扯皮 没有黑掉 周红衣的老婆 拿到了360 6.25%的股份 按照当时的市值 也就是将近90亿元 本来这两个人是夫妻关系 是一致行动人 想要减持 两个人就属于是一个整体 减持5%就要进行披露 而离婚之后 实现资产隔离 分别减持4.9% 只要不超过5% 也就是说 即使暗地里减持达到9.8% 只要是不超过10% 都不用披露的 虽然两者后来发公告说 男方未来12个月内 不会坚持 女方未来6个月内 不会坚持 但是股价飙升至际 毫无预兆的离婚 进而实现资产隔离 这样也让众多的网友 感到耐人寻味 当然对于正常的信息披露 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利 和资本信息 肆意地对散户进行收割 就是有为一个商人的 基本准则了 这如猫眼上一个视频中 提到过的华为 任正非就说 华为是一家商业公司 但绝不是一个 唯利是图的公司 只希望中国能多一点 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少一点耍小聪明的公司 您说是吧 对于这次鲁大师的这把镰刀 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默儿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